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那些难以言喻的秘密世界中,那些在神秘的舞台灯光下激动人心的心灵。 今晚,我们将介绍一个炙手可热的主题,一个无法忽视的故事,谢霆锋谈论爱的秘密。 爱是一种只能通过眼神、荧幕上的甜言蜜语来感知的东西吗? 还是她深藏在那些朴素时刻中,只有当心与心相碰撞时,我们才能完全理解她的内涵。 谢霆锋,拥有数千名粉丝的心头之人,将通过生活的每个音符表达她对爱的精髓的看法。 而不能不提的是刘敏涛这位不仅感动了观众,还感动了影片背后的幻想世界的女性。 她是否真的找到了打开王一博这位娱乐圈璀璨之心内心的钥匙? 或者这只是我们需要筛选的传闻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索,一起讨论,一起提出问题,因为在传言与事实之间,总有一个只有好奇心才能照亮的空间。 不要错过深刻的分析,坦诚的分享,当然也不要错过来自顶级明星的吸引人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一起期待,因为每个爱情故事背后都有秘密,而我们拥有无边无际,好奇心的人将一起探索每一个角落。 敬请期待,亲爱的观众们。 肖战探讨恋爱秘籍,青铜交废帖,一个敢交一个敢听。 玉古瑶这剧情进展太快了,紧凑得没有一点注水成分,真心不容易。 看多了水剧情,强行搞笑和卖蠢,再看玉古瑶,感觉就像找到了一个稀奇果儿。 完全撒不了手了。 剧情中肖战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心,开始了慢慢追七路。 这可把观众乐坏了。 万年铁树开花是小新最爱看的剧情。 不知道是不是乐极生悲,剧情没有转折,小新就想大喊不要。 牡丹的情感专家伤不起。 没有恋爱经验的时颖竟然找了一个万年单身鸟当师傅。 爱。 小新已经可以遇见时颖的追七路有多少困难了。 和小新同样着急的网友比比皆是,谈幕上一片滑声。 网友说,众铭这鸟,好像那种开爱情论谈骗前的,有没有? 求求时颖,千万不要听单身鸟的恋爱课。 众铭哪里有什么经验啊? 它有的大概是上万年的纸上谈兵,完全的纯理论观察,好吗? 小新诚恳的建议,时颖想弟弟时预请教,那结局一定会相当顺滑,说不定两队可以一起办婚礼。 眼看着,软弱柿子和小白花的组合,车速越来越快。 而肖战还在马卡巴卡,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好心塞。 专家骇人啊。 万年连只母鸟都没有,还敢教别人。 青铜交废铁,一个敢教一个敢听。 更可怕的是时颖竟然听进去了,无效沟通就是这样吧。 宁愿找知孔雀交时颖开屏,也不想听众明的忽悠。 这个心情谁懂。 眼看着两人的误会越来越深,情感之路再次迷离难辨。 这可怎么好。 能伤你的往往是你最爱的人。 时颖的一片真心终究是错付了。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的沟通,主打一个不开窍和不会撩嘛。 这简直是无效沟通的典型。 气得甘疼,师傅,要不还是去搞事业吧。 刘敏涛女儿追星王一博成功。 自己妈妈在热烈中饰演陈硕妈妈。 省。 在追星这件事上,相信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就算是明星及明星的家人,与网友们追星的心路历程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相比于普通网友,直接或间接追星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这部,演员刘敏涛的女儿最近追星王一博,可自己的妈妈转身就在剧组中饰演王一博的妈妈。 就这样,涛姐的女儿不仅间接追星成功了,还与王一博成为了兄妹。 在最近一期的《花与少年》中,李斯丹妮提问刘敏涛,涛姐,你女儿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刘敏涛说女儿最开始喜欢陆寒,现在喜欢王一博,中间有一段还喜欢肖战。 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现在是王一博。 虽然说作为顶流的王一博,最不缺的就是别人喜欢他,可听到这个答案粉丝们还是开心不已。 果然追星的尽头都是王一博。 这样优秀、努力、帅气的王一博,谁会不多给一些目光? 尤其在了解之后深陷其中的概率更是非常大,入坑也是迟早的事情。 而更让人惊喜的则是网友的爆料。 据网友爆料称刘敏涛也参与了电影热烈的拍摄,并且与王一博还有对手戏。 剧中刘敏涛饰演陈硕的妈妈,也就是说王一博与刘敏涛将以一对母子的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 在追星的过程中,如果自己的妈妈能够饰演偶像的妈妈,会是什么样奇妙的反转? 可现实中,这样奇妙的缘分就出现在了刘敏涛的女儿与王一博的身上。 如果从角色出发,王一博是刘敏涛戏里的儿子,那么王一博也就是涛姐女儿的哥哥了。 不得不说,思虑到此屏幕前的网友已经实名至羡慕疯了。 众所周知,王一博在组合出道之时,就是团队中的rapper与dancer担当。 如今,独当一面的王一博演唱的主旋律歌曲加起来能有一箩筐。 而每年的单曲,更是成为了粉丝期待的重头菜。 还有王一博那些炸裂的舞台,每一次出圈的表演都离不开自己的单曲。 无感我的世界守则念,时至今日,再次听到还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不知道涛姐的女儿喜欢的是哪类风格的歌曲,或者同大多数网友一样,单纯的就是喜欢王一博超具感染力的舞台秀。 其实明星家人借光追星王一博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张子怡在接受采访时就曾大访称赞王一博,并且说全家都会看王一博的这。 就是街舞,陈奕迅在节目连线时也曾说过,妻子与女儿都喜欢看这。 就是街舞,并且被王一博圈粉,私下还悄悄学起了滑板,李一彤更是在节目里直接表达,王一博那一脚直接揣进了他的心里, 而李雪芹的妈妈在天天向上节目里,喝了一杯白酒才敢大胆表白王一博求一张合影。 或许喜欢王一博的理由有很多,但是喜欢王一博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能够被这么多人喜爱的王一博,除了拥有帅气的外表以外,自身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经过对比之后会发现,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但言行与实力兼备却十分难得。 能够被圈内人或者说艺人的家人喜欢,恰恰也证明了王一博不仅是网友们看到的那个屏幕前光鲜亮丽的明星, 在镜头拍不到的背后,在圈内的表现依然表里如一,深受好评。 原创不易,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私聊授权八爪随笔。 很多不了解王一博的人,都会认为追星王一博不就是追他的那张脸吗? 可掉入王一博这个坑之后会发现,帅气的面庞或许是心动的第一眼, 但是决定不跑路的原因却是他一步一步扎实奋斗的精神。 从爱豆到歌手,从舞者再到演员。 生命见证过多少真实,付出过多少努力,就会有怎样的底气。 这样的王一博值得所有人敬佩,也值得更多的人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